圣诞节的来历 圣诞节是西方传统节日 在每年的12月25日这天 人们和家团聚 共进节日圣餐 关于圣诞节的来历 最普遍的说法 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降生 据说耶稣是因着圣灵成孕 由圣母玛利亚所生 当玛利亚快要临盆的时候 罗马政府下了命令 全部人民必须到伯利恒 申报户籍 玛利亚和未婚夫约瑟 只好遵密前往伯利恒 他们到达伯利恒时 未能找到旅馆住宿 只有一个马棚可以暂住 就在这时耶稣要出生了 于是玛利亚在马槽上生下耶稣 后人为纪念耶稣的诞生 便定12月25为圣诞节 事实上 圣经中对耶稣的出生日期 没有明确记载 直到三世纪 12月25日才被官方定为圣诞节